右手拿著一把美工刀 沿著路邊停放的機車 朝著坐墊直接隔一倒 下一輛機車也沒被放過 坐墊被割出長長的裂痕 接著大躍大擺離開現場 回到現場有的機車坐墊 破洞已經被膠帶貼上 有的還沒修補 坐墊內的海綿都露出來 整條街的機車十幾輛遭殃 事情發生在高雄市前鎮區 這名男子12號凌晨3點多 拿著美工刀 看到機車坐墊就割一刀 至少17輛機車受害 我們向他詢問說 為什麼要去瑞隆路割這些機車 他說他沒有動機 當天只是喝了酒 經我們的調查 換血也不住在這附近 也與這些人沒有恩怨 在筆錄中他也是坦誠的五台 可是經我們的初步調查 他有17台的機車是被割破的 男子若網公稱是喝醉才亂割坐墊 但只承認割了五輛車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 但看到心愛的機車坐墊 被劃出一大個破洞 民眾更擔心這次是機車坐墊 萬一下次吵著人動刀 那該怎麼辦 記者鄧明 蔡武言 李承諺 高雄報導